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明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预料将会增产 加上更多的穿梭油轮投入营运 预料这项业务在本财政年的第四季可以有盈利 随着国际游戏市场的好转 该公司已经开始放眼拿下新的合约 包括对巴西石油公司的P81服饰生产除油船合约的感到兴趣 马国际船务同时也有着和国家石油一样的环境社会和监管目标 也就是2050年达到碳中和 大马同行研究维持7令吉75线的目标价和买入评级 そして 为了备道没时间 让阪维持7颤的放档 这是怎么回看 好好 1917